非洲南部國家金巴布韋的財政部長 恩庫博11月14號公布國家預算報告 說在今年1到9月間 外國提供給金巴布韋的援助金額為1億9400萬美元 其中大部分來自西方國家 包括美國5000萬美元、英國5000萬美元 瑞典2805萬美元、日本1429萬美元 而中共的援助金額只有360萬美元 遠遠落後英美等國家 中共駐金巴布韋大使19號則發聲明反駁說 中國向金巴布韋提供的雙邊援助是1億3600萬美元 並要求金巴布韋官方重新評估統計數據 聲明沒有提及援助款項的性質和具體細節 中共宣稱的對外援助金額 其實並不是拿真正的美元去援助 而是用中共國內的一些產量、產值、產品來計算 所以中共所宣傳的金額、對外援助的金額 是用中國大陸本地的物產來抵用的 前臺灣旗館顧問田芳宇認為 兩國公布的援助金額高達近40倍的差額 其中的貓膩是官員的貪腐 有網民在推特披露說 金巴布韋方面認為中方援建的議會大廈、鋼鐵廠、光伏、火電站、水電站 以及提供的留學生獎學金等都是投資 而且往往虛報投資額度還要巨額回扣 所以不能算援助 金巴布韋信息部19號在推特上說 兩國正在就此進行溝通 以達成一個共同的立場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認為 這次中金兩國真正暴露出來的問題並不在於錢 這只是一個觸發點 它真正反映出的是兩國矛盾的公開化 邢天行表示 這跟當前的國際上圍堵中共的局勢有關 再加上中共的債務陷阱 使得非洲很多國家都對中共不滿 同時 中共對外大撒幣的做法 也在中國大陸引發民怨 有很多的山區兒童沒有辦法上學 有很多的這種留守兒童 沒有辦法和這個父母團聚 沒有辦法得到這種高素質的教育 但在去年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 習近平卻宣布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的無條件原款 並免出一些非洲窮國的債務 如今 中共又聲稱巨款金元金巴布韋 而且還與對方公布的金額差距巨大 這些都招致網友阻罵 說中共藉援助之名行賺錢之實 而且利潤高得驚人